德国这个天气啊 种菜实在太不容易了 一下子冰雹 一下子30度高温 在我的细心呵护之下 至少有一半还活着 话说什么时候可以施肥了 看着他们两位老人家 一边干架一边干活 真的忙了一个上午 我决定呢 做一个自然烤排骨 来孝敬他们两位老人家 最近呢 大家都在吹跟我们家老爷子的视频 说好久没见到我们家老爷子啊 特别想念 我已经替你们转达了 话说发工这时候要来了 哇 摊着太香了 这只让烤排骨 蔬菜汤 我们家老爷子一看到有肉吃 那个心情都不一样 大口吃肉生活不愁 哎呀 哈真香啊 这一次做排骨有点翻车 因为时间不够用 排骨呢会有点柴 我自己吃都容易塞牙 也难为了这两个老人家 都是这样 虽然如此啊 可是我们家老爷子也是炫了三根大排骨啊 我们家呢就是这样 不管每次呢我做饭的口味如何 他们呢都会说好吃 给满了我情绪价值 谁来一看 嘿嘿嘿 看着我们家老爷子每次干饭啊 都吃得干干净净 这大概也就是我每次做饭的快乐和意义吧 咗咗咗咗咗咗咗� enfim 感谢观看